台东的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虽然已经通过了环平 但是被环保团体认为是密室协商 因此提出夙愿要求撤销环平结论 反美丽湾行动联盟从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7天的徒步行动 要从台东的山园走到位在台北市的总统府前 呼吁拆除美丽湾违建不要告别东海岸 反反反行动联盟4号在美丽湾度假村举行 不要告别东海岸徒步行动启程仪式 他们披上反美丽湾布条穿搭守护东海岸的决心 及要求政府正视他们四大诉求 我们希望美丽湾还是要拆除 那第二点的诉求就是检讨国家的促参法的政策 三个问题是关于原住民土地 原基法目前都还没有执法 希望国家相关单位尽快落实原基法的执法 第四点就是在这么多的开发案当中 我们希望可以去推动政策还评 就是将这么多开发案一起做一个整体的检讨 参与徒步行程的二十位反美丽湾人士 背着行囊 身披反美丽湾布条 以和平方式点燃蓝烟 激告天地祖灵以及吟唱鼓调 誓言拆除美丽湾违建 不要告别东海岸 这次的徒步行程一路北上花莲 以兰及中点台北 途中也将和东海岸其他部落进行座谈交流 并在二十号晚间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音乐会 届时欢迎全国乡亲朋友一起支持反美丽湾活动 联合报有冲光台东报道